107年 中正杯空手道锦标赛 在新北市中和高中开大 18岁就在仁川雅玉拿下空手道金牌的 孤翠萍自然是全场关注的焦点 在社会女子组个人对打 武术公斤级的冠军战中 蓝方的孤翠萍对决杨奕成 快速的手部打击先持得点 整场比赛展现强烈的进攻欲望 完全不给对手有太多的反击空间 尤其是独秒阶段 孤翠萍转身的后勾踢直接正中脸部 压少的一击三分没有问题 最终孤翠萍就以8比0压倒性的胜利 收下金牌 至于大专女子组个人对打 武术公斤级力 红方代表速德科大的张金芳 与蓝方台北师大的黄敬一路纠缠 最后两秒还是1比1的平手局面 张金芳尽管握有先得分的优势 但依旧积极 强其踢向中段拿下UKO 以2比1收下冠军 而同样的惊险战况 也在大专男子组的个人对打 67公斤级里发生 处于两分落后的台北较大黄成军 本来想要正面抢攻 没料到被红方唐伟杰的后退反击 打中下巴 黄成军的保护牙套直接喷了出来 咬伤嘴唇 虽然说他回归奋战 板平比数 但最终并没能超前 让北市大的唐伟杰因为先行得分 判定胜出带走金牌 外体新闻综合报道 优势